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在橫琴舉行揭牌儀式 副總理韓正出席 多獄同事公布合作區管理架構和領導名單 由廣東省長馬興瑞和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 共同擔任管委會主任 有好運報道 韓正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為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揭牌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一同見證 韓正表示 建設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 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 部署和推動的重大決策 期望合作區能夠牢記初心 促進澳門經濟色度多元 打造科技創新平台 拓展青年就業空間 為澳門長遠發展絕入新動力 努力為澳門居民在合作區的學習 作為國際、就業、創業、生活 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 營造移區、移業的生活環境 堅持開放暴龍、積極探索 兩地的規則懸接、機制對接 合力構建與澳門引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 賀一誠表示會逐步構建合作區的民商市規則 銜接澳門、接軌國際 以更開放思維探索合作區的發展 令澳門經濟更多元 結合粵澳優勢打造具有中國特色 彰顯兩支優勢的區域開發示範 馬興瑞就表示會議更有利開放的舉措 統籌推進越澳深度合作 另外當局都公布合作區管理架構 以及領導名單 管理委員會主任由馬興瑞和賀一誠 以雙主任制模式共同出任 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出任常務副主任 另設有五名副主任 分別由廣東省、珠海以及澳門官員出任 管委會將負責統籌決定合作區的重大規劃、 政策、重要項目以及人事任免等 核下執行委員會設有九個工作機構 負責立法財稅民生等事務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導